大家好 我是徐律师 很高兴来到阿姨采访这个节目 前面一期呢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关于留学生的身份问题 那在做这个移民相关的业务之外呢 我还接触了很多留学生 以及说刚毕业的一些 Young Professional的生活中间的 法律纠纷 以及是跟各个方面 比如说房东啊 或者是跟学校的一些法律事务 这方面的纠纷的解决 一些诉讼相关的问题 可以给大家做一些 基本的法律知识的普及和介绍 对于很多的留学生 即使是留学生的家长来说 读合同 这个是有一定的困难 这个我们也有理解 但是我看到的很多案例 这个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美国的合同法的不了解 如果是说有一个合同让你签 任何让你签的这个东西 不管是表格还是合同 你一定一定要把基本的条款要了解 有的人拿到这个书房格同看说 这个二十三四十页就我不可能赌 对我可以同意说你不需要赌三四十页 但是你要看到你找到最基本的 比如说退房的话条款是什么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退房 你一定要找到这个条款 即使是说你不懂英文 你也可以翻译器 把这个基本的条款 比如说我要退房的话 我要提前十五天 还是要提前三十天 是要是说口头跟房东说退房 还是一定要写书面的 这个在签合同的时候 你一定要了解清楚 比如说罚款 因为大家都要交房租的押金 要两到三个月的房租的押金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是挺大一笔钱 那这个房东的押金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退 什么样的情况下不退 这个还是要有一个了解 你才能够签的 还有比如说很多的房东 对于说如果是有草坪 草坪有了谁来负责 如果是说屋内的维修 比如说马桶坏了 地板塌了 这个是由谁来维护 不管你语言上的问题 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 你可以要求房东 对于这些条款 指这哪一条哪一条 请房东给你解释清楚 然后你再签字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带一些学长啊 或者是学姐啊 一起跟你去签合同 然后让他们给你解释清楚条款以后 你再签 这个不光是在于租房 买车买房 所有的你要签的任何表格和合同上 不明白他的条款之前 一定不能签 交通罚单 以及跟交通相关的这个法律和法庭上的程序 这是类别不同 最严重的是DUI 就是喝酒 酒驾 这个留学生中间出这个问题的也不少 酒驾的话严格来说是一种罪行的 这个在中国和美国都是一样的 如果一旦留下这样的记录的话 你每一次进入美国国境都会有问题 所以就是严禁酒驾 就是如果是DUI的话 那么你一定是要请刑法律师 criminal lawyer 来给你defense的 这个还有说这个是不是后面这个 record 都要expunge掉 会不会影响你以后绿卡的申请 这个都是要由专业律师来应对的 那不光是专业律师 还要有criminal lawyer和immigration lawyer 两个方面的律师 同时来帮你解决这一个小问题 这是一点 那如果是说一般性的罚单 那也分两种 比如说还有一种呢 是说我这个就是过红绿灯的时候 上面有camera 就是上面有记录仪 有录像 那就如果是他上面直接说 你要罚多少钱 那你就老老实实到那个网站交钱 就可以了 除非你认为是说 我肯定没操诉 你这个录像 这个录像肯定是错了 那你到法庭上去 说句实话 您算算的可能性也非常非常小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就是直接交钱 这个通常来说 也不会有其他的问题 也不会罚分 如果是这个录像上面 这个记录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被警察给停了 poo over了 建议如果你看见后面的警车响 你就一定要慢慢停下来 然后看看这个警车是不是跟着你的 如果是跟着你的话 你要到最近的一个exit 或者是有shoulder 就是马路旁边有旁边的停车的地方 你要停下来 你要是一直不停 麻烦更大 这个是拒警 这个造成更大的问题 那停下来以后 一定要注意手放在方向盘上 不要说 哎呀我要赶紧去拿保险 我要赶紧去拿驾照 对不起 那样的话很容易引起警察认为 你要去拿枪来反抗它 等到警察把车停好过来 敲你的车窗的时候 你再规规矩矩的用手把车窗摇下来 问警察说 先生请问我怎么了 他会跟你说 你或者是 你后面的牌子掉了 对吧 你后面的车灯有一个不亮了 或者是说 你超速了 超速的话 给你开一张罚单 开一张罚单 他要求说 你可以上厅 超速还有好几种情况 我们比较严重的情况 叫reckless driving 比如说限速30 你开到了50、60 那这个属于严重超速 对于一般的驾驶者来说 拿到这样的单子 第一是说罚款很重 二一个的话 那肯定要上厅 因为你会被罚分的 那如果是说 你是第一次犯的话 你也可以 一定要去法庭 因为它会有 这个传票呢 上面会写说 Must appear Must appear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要到法庭 如果法官认为 你是出犯的话 会给你一个probation 意思就是说 这个查看 那也不会说 直接罚分 如果你在半年之内 不再犯的话 那么就自动 你就dismiss掉了 那也不会给你扣分 代购 这个要看 你既值学生 学生也分很多类 那你是不是已经有 美国的公民身份 已经有绿卡的 那你做啥都没关系 你做代购 做小生意 什么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不受身份的限制了 当然说这个不能违法了 对吧 你也不能做这个 假冒伪劣产品了 那如果是说你是F1的学生的话 OPT期间另说 对吧 OPT因为你已经有公卡了 你可以交水 你已经有十万号了 这个你可以做一些小生意 包括代购 这个是允许的 因为这个也是可以作为你实习的一部分 当然说我也是希望说 还是跟你的专业有一定的挂钩的 但是如果是说在学生期间 在学习中间是严禁代购的 代购这个本身 它是一个工作行为 它是一个生意 是一个工作行为 F1的身份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读书 所以你只能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代购呢 如果一旦被查到的话 会被驱逐住进 会危及你的学生身份 我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说 学生也说过了 这个父母家长 花了这么多的钱 每年给你再付学费生活费 你为了这么小一点的 迎头小利 得危及自己的身份 危及自己的学业 这是非常不值得的 这个案子我没看见也不少 这个一般来说 因为学校还是以教书育人为目的的 这个相对来说 第一次行为 那一般学校还是会给一两次机会的 不管是作弊啊还是打架 学校还是会给你一两次机会 给你解释 然后当然说你认罪态度良好 对吧 你不然说我已经被抓住了 我硬说我没有 我没有 那就不是说作弊的问题了 而是说你这个人品 人品的问题了 但是我看见说 如果抓住了一次 你已经在probation 已经在留校查看阶段 然后完了又有第二次 或者过了probation 然后你有第二次又被抓住了 这个所有的这样学校的处分 他不是一个人做出的 他都是有一个discipline committee 就是由一个纪律委员会做出的决定 那一旦是纪律委员会做出的决定的话 第一次大家还抱着说 这个给你second chance 如果这样子的话 家长和学生本人需要有一个态度 我错了就是错了 我争取说学校能够困大处理 这个是一定要有一个态度的 你不能够说我不认 你就不能够给我定罪 不对的 如果committee认为 这个纪律委员会认为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认罪 认定你有这个作弊的行为 那你是无法能够逃脱的 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的话 那你请律师来 你请谁来都没有用 你请美国总统来也没有用 因为你已经浪费了给你的chance 还有包括打架这个问题 因为不管是任何理由打架 因为美国对于这个人身伤害 看得非常厉害 任何打架 第一次可能还好说 男同学之间吧 发生一点小冲突 第二次 我看见的案例也是 基本上不太能够取得原谅 我非常理解你这个问题 因为特别是在川普这个时代 这个新的总统 以及对于美国社会 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来说 现在整个社会 对于移民和非法移民 都是不是特别友好 这个从丧之下的这样一种风气 那从严格上来说 美国还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国家 就是我作为律师 以及说在美国这么多年 将近20年 这是我的体验 就是它是一个 用法律说话的国家 比如说 即使是从移民法 对吧 移民法它不涉及到 已经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人 或者是美国本地人 它只是对于 在这里的非移民身份 比如说学生 持工作签证的人 只是对于这些人有影响 或者是说外国人入境 它有影响 那么即使是说 在这一方面 只是针对的人群 是我们这一类移民 或者是非移民的人群的 这个法律来说 它还是公平的 因为它还是走法律程序的 比如说 现在川普说 要把很多非法人口要赶出国 那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就是说 它绕不过去法律程序 它规定说 把任何一个人 要赶出美国的话 即使是说 你是非法入境 或者是已经在美国 有犯罪记录 它也要经过美国法庭 通过一些这个 辩护律师 那么通过几年的手 这个这个手续 它才能够驱阻一个人 对于每个人来说 即使是它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它起码提供了 这样一个 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那这个 不说移民法 对于其他的法律来说 比如说合同法 公司法 刑法 一个DUI 比如说一个酒驾 这个对于所有人来说 是一样的 那么唯一的区别 对于说 我们这些新移民 或者是非移民 和美国本地人来说 它的区别只在于说 你有没有去足够了解 比如说 我朋友欠我钱了 五万块 不还 那如果是说在一个美国本地人来说 对吧 他不会敲门 去对这个人说 哎 你什么时候还我钱啊 五万块呢 你不是说这个上个月就还吗 或者是说你再不还 你再不还 我把你手机拿走了 你再不还 我给你贴条 你再不还 我把你门口的植物都给砍了 如果是你有任何这样的行为的话 你从一个合法的催债人变成了一个非法的催债人 你会有 criminal record 你就是一个罪犯 那作为一个美国本地人来说的话 因为他了解这个系统是怎么工作的 他不会去 他如果是到期没有还 他连催也不会去催 他直接请个律师 如果是说不超过一万 每个州不一样 不超过一万五千 或者不超过一万三千的这个钱的话 或者是说 比如说是一个我们说叫damage 就是说你能够赔偿到多少 金额不超过这么多的话 你连律师都不用请 你直接到你所在的县的district court 然后直接去发了一个叫small claim的form 直接填上说 我跟谁谁谁的案子 然后呢 起因是什么 然后呢 为什么他要还我这么多钱 这个直接填了以后 掉几十块钱的法庭费用 那么这个我们叫bench trial 意思就是说 法官直接裁定 没有上诉权 那么到那一天 这个法庭直接会给那个被告人发一张传票 然后呢 大家到法庭 到法庭那法官看一下 对啊 他欠你钱不还 那他就应该还啊 那他就有一个judgment 上面就是说 这个人要还他的钱 那如果是说你不执行这个judgment的话 就会有criminal record